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从来就不在乎 自己是不是个大人物 郑来福今年43岁 当他人正愁于如何升官发财 忙碌于追逐物质生活时 他早已经脱离城市 细心雕琢生命里的每一天 他夏天耕种 到处演讲推广环保 他也投入义工的行列 就是拒绝一份捆绑心灵的正业 他的行动挑战了主流的价值观 很多人常常问我 What is a professional? I'm saying my profession is living L-I-V-I-N-G 就是活着嘛 我觉得他们说 Why living? 让我用英文来说吧 I say why living? I say why not? I say living is a full-time profession you know 你活着是你这一生最大的工作你知道吗 可是现在已经很多人已经忙碌 忙碌到麻木 而且不知道他每一天在做什么 就像行尸走肉这样子 我觉得活着就是你一生最大的工作 和很多人一样 莱福也曾经在繁忙多位中随波逐流 他九岁开始工作补贴家用 中学毕业后当过正规军人 百科全书推销员 后来当上了美国国际科技公司的市场与营运经理 这份年薪高达六位数的工作 经常要搭飞机出国工干 可是97年的那场圣安空难 让他重新为生命寻找定位 圣安那个空难的事件 让我本来就想起 如果有一天我搭的飞机也是这样子 这样就是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就这样子走了 我最遗憾还没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而活 我的这一生难道只是牢牢碌碌的去工作吗 这些到底是不是最终我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就去思考这整个问题了 从此 莱福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 徘徊了半年 他最终决定辞去工作 放下一切 完成背包环游世界的梦想 物质的东西放下容易 内心的挣扎才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开始就去说 万一我开始行走的时候 我寂寞啊 我有恐惧感啊 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内心的那种的训练 离开了新加坡后 莱福开始了他的四年流浪生活 他的行踪从地球的这一端横跨到另一端 原本只打算旅行一年 可是越走越远 欲罢不能 走遍了35个国家 让他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和心灵震荡 更体悟了当一名地球人所身负的责任 在厄瓜多尔 他徒步了七个小时的泥巴路 才抵达当地人的部落 看到居民们艰苦的生活 让他有所感叹 就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 我就觉得很痛心 我就觉得 怎么有人住在这种的环境里面 作为地球人 人类的 有一些人比你更不幸的时候 你应该站起来 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的心意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尽心尽力地去做 所以我当时就开始 我第一个念头就说 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世人 于是 他召集了朋友的力量 一起为当地的居民设立了一个网站 也在旅游宿舍内举办摄影展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片土地 当时你可以问我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你就当作是旅途的一部分 看看就走了 反正你不住在那边 可是我后来我就开始去帮他的时候 整个过程我就在想 英文是这样子说 我说compassion has no boundary compassion是慈悲心吧 慈悲心是没有界限的 对不对 旅程走得越远 来福对地球的了解就越深 对生命也有了新的诠释 回国后 因为不想恢复以前那种 忙碌与忙碌的生活 他全心全意 投入环保和义务工作 现在的人忙碌到都没有时间坐下来 好好跟地方 好好的问候一下地方 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然后聆听地方的一些的心事 现在都市人都是这样子 没有时间 在地球兜了一圈后 来福对环保 对自然生态 以及有机耕种有了更深的认识 他提倡所谓的有机生活 崇尚的不只是要吃的健康 也要保护地球 现在的农耕方是他们用了大量的农药 这些农药不只是你现在吃了 就是影响到你本身的健康 你知道世界上其实很多很多 最多的人的疾病 是发生在这些农民的身上 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农药 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痛心 所以我就开始是说 新加坡人对有机的生活方式了解 我说我开始想做一个movement 我叫organic movement 要推行有机行动 就必须先了解有机耕种 虽然曾在西班牙的有机农场工作过十天 不过为了彻底体验耕种的奥妙 回国后他在有机农场当了一年多的义工 用心学习 更热衷的餐 只是要多了解一下 整个的耕种 的辛劳 整个的食物的来源 整个的地球的土地的每一寸 他们的构造 他们的 他们其实就是有感情的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每一次接触的时候 你慢慢的多一层的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个整个的大地 就越来越就是说有一份的热忱 想要去爱护它 保护它 就这样子 正因为这股对大地的热爱 来福极力要把有机生活的概念和精神扩展开来 两年前 来福义务协助一位朋友 开了一间有机餐馆 从设计到培训员工 接待客人到清洁工作 他都不遗余力 向顾客灌输正确的有机观念 他当然也亲力亲为 当我在提出这个有机的概念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说 去提倡你说 你吃有机是为了这 这也是要为整个地球 我们是地球的人那一份子 我们应该就是说 尽量去保护这个地球 让地球已经生存了这么久了 我们应该为下一代 留下了怎么样子的一个地球 为了鼓励环保 提倡有机生活 来福经常在不同的场合 与大众分享心得 有时候他也谈谈旅游 以及探索生命的课题 上电台节目也好 讲任何东西 讲旅游方式讲环保 讲人道主义 最终还是讲一些 讲人性 讲你的心 在粗犷的外表下 来福有一颗温柔的慈悲心 16岁投入义工行列后 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旅游回来后 他积极参与更多的义务工作 旅游村在那边做了一些筹款活动 帮他们也做一些义工培训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光明山有来找我做环保的工作 那有一些教会的人也来找我做一些的工作 还有就是带一些学生团去清迈做一些工作 那最近这一两年 有人来找我说 我们要就是 就要作为领队 去带领一些新加坡人去国外做一些义工 那我最近又去了蒙古 就带了一群七个新加坡人 他们就去了做两个礼拜的 在那边的一个儿童中心 有一百五十个孤儿 算是孤儿 来福的义工道路 从新加坡延伸到国外 今年年中 他带领一群本地人 远赴蒙古当义工 他们为一间儿童中心粉刷和有期 从这次任务中 义工们深切了解到 什么是幸福和感恩 在蒙古当义工的工作虽然结束 不过和义工们的友谊还一直延续 义工们很欣赏来福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他的人生哲理也带给他们不少的启发 他就是完全不像现实低谱 他很肯定自己要走势那个目标 他生存意 他很明确的知道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 他就是能够一一克服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摆扬 他让我体会到是 如果你想做一样东西 就去做不要想太多 所以我觉得这种态度是 现在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就活在当下 他的哲理 来福的人生哲理 还包含了对社会的关怀 人类彼此间的互爱 喜欢小孩的他 在孩子面前最容易显露出 这份直接单纯的关怀 因为喜爱孩子 所以对他们的成长教育 也很重视 来福和弟弟三个孩子的感情 非常亲密 为了让大侄女儿体会露营快乐 他曾经和朋友筹办了一次 大型的亲子营 通过互动的活动 来提升亲子关系 灌输环保理念 传播父爱的精神 现在的很多的大人 他们注重小孩子 只是考了多少分 小孩子纵然是不对 他们因为比较少时间陪伴他们 他们就用其他的方式来 就是说来弥补他们 自己心灵上 他们就过一步去吧 对不对 我觉得小孩子 你要长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跟他们在一起 而不只是说宠爱他们 而是要去启发 来福是家中的长子 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他未婚 目前跟父母同住 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 身为老大 从小就得肩负养家 照顾弟妹的责任 八年前 当他打算卸下重任 去实现梦想时 家人也给予最大的支持 只要他做得高兴 他快乐 OK 我做妈妈的就是这样 很好 去追逐你的梦想 而且不需要 不要需要太担心 因为这种东西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放得下的 所以有理想 有梦想是最好 背包旅行的梦想实现了 提倡环保和有机生活的热忱 继续燃烧 来福还有一个热情不减的兴趣 那就是烹饪了 来福从小就下厨 为家人煮饭烧菜 所以练得一身好厨艺 自己不但会煮 也喜欢和好友共享厨艺 朋友占了来福心中很大的地位 每一段友谊都是彼此细心轻盈得来 所以特别珍贵 在朋友眼中 这位心灵雕刻家 不但有性格 也是个有情有益的性情中人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 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 第一是 她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你跟她接触 你会觉得她有很多那种正面的力量 很积极的态度 而且她不仅限于说 跟你谈一些公事 她会很容易地就去关心你周围的事情 然后她也关心你 所以很容易感觉到这种温柔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从认识她到现在 她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有福建的人 她如果觉得她 想她做的事情 她一定会去做 她不会放弃 凡事和来福接触过的人 都不难从她的人生哲理 生活态度中得到一些寝室 在忙碌又忙碌的日子里 体会到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我去买货车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 不要去买柴油的货车 去买汽油的货车 然后因为汽油不要环保 柴油不要会污染空气 结果我就听她的话 去买汽油的货车 结果我发现到 我对这个地球 出了一份力量 不过我的皮包就很辛苦 所以这个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她现在也只能提倡环保 我家里就一个角落头 就专门放垃圾的 我们也是跟她去看一下 帮她的忙去做义务的工作 心灵上会有那种满足感 我能够从她身上学习到的 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生活上的一种有机的态度 比如说我的生活 我的饮食 然后我对一些事物的形成 带来的这个结果 我有了更清楚的 我们的启示是说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必须 当我们申明一个目标 我们如果认定那个是 我们真正要的目标 我们就应该 计划 计划去 有计划的去进行 这一天是来福好朋友的结婚晚宴 来福除了充当私宜之外 也负责策划婚宴的形式 他以另一种方式带领宾客们献上祝福 与其让宾客签名入席 他要求大家 以色彩来为新人献上祝语 我们的人生很多色彩 那我两个人结婚 不单单只是两个人结在一起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的同事 包括你所有路上的人 都会为你的人生增加色彩 所以我就想出 这幅图画 就是代表他们 这些人 嘉宾出席 代表 就是为他们的人生 增加一些很多色彩 所以这幅图画 意识到 所有你们 没有来到这里 是晚餐 但也有很多色彩 而且有更好的方法 以为真正在享受 所以我们现在 会别人的生命 会上色彩 来福也没让自己的生命留白 要像他一样 活得随心所欲 得不断地舍弃和付出 虽然面对社会的压力和误解 来福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拖钱 为了赚取生活费 他可以放下身段 打打散工 一切顺其自然 现在 他的日子过得简单充实 对当初的决定 无怨 无悔 从来不够委屈 放下我所有永远的这一切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当初没有放下 我的以前的那种的身段 跟我所做的一切 我今天不会有这种的境界 跟我的生活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我这八年来的生活很精彩 我探索生命 我对整个的生命那种的热忱 每一份每一刻都在享受着 无时无刻的 我觉得 这种的生活的精彩 不是金钱 不是所 你在你的 你的每一天的日常里 所能策划得到 当人们把成功和钱财 画成等号时 来福早已经领悟生命的意义了 当人们迷失在追逐名利的生活时 来福早已经清楚自己活着的目的 来福的人生哲理是 都市人不一定得按照社会的标准和定义去生活 只要有勇气追求理想 也能活出精彩 我觉得我已经没白活了 我这次已经没白活了 所以我现在每一天都是 上天所赐给我的一种花红吧 bonus 我现在能做的 我就去做 我能做多一点 有有意人类的一些的事情 很好啊 没错我也不会觉得很遗憾 我能做多一点 我能做中国人统策子 我能做很多事情 我不费吗 你因为我可以做的 我能做这种事情